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政单呢 并且呢也说跟美国要保持距离 要保持法国欧洲的自主性 这样一来啊 就一下掀起了先南的大波 包括欧盟成员国都纷纷谴责马克龙 连川普也说了 这个马克龙这小子啊 就是拍习近平的马屁 习近平在送走马克龙后 又迎来另一个也是特别的人物 这个人物也不亚于马克龙 他就是巴西总统卢拉 卢拉也是一个传奇式人物 因为他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功能出身的总统 你看他身上啊也是带有反骨 在四月十三日到达上海就强烈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同时呢对美元霸权呢也进行了抨击 这那习近平新花路放 终于啊在西方还找到了这两个哥们 中国国防部啊在周五也就四月十四号宣布 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在下周四月十六号到四月十九号访问俄罗斯 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登俄罗斯军方官员 这一下国际社会就开始有点紧张了 因为中国的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同一般 他叫无上限啊也没有限制啊 那如果李尚福去俄罗斯是不是在协商 怎么虚数致命性武器呢 国际社会啊就开始出现了猜疑 李尚福啊这样去俄罗斯 人们国际舆论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因为啊在三月二十号 也就是海牙国际法庭啊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逮捕令后的两天 习近平就高调的访问了莫斯科 并与啊普京举行的峰会 在两人告别之时 习近平还拉住普京的手说 世界未有百年之大病局已经到来 我们要共同应对 普京说我同意 这就事实上摆在国际社会 也就是中俄其实已经是一种事实上的盟友关系 这个李尚福啊也很有意思啊 李尚福其实是一个技术官僚 今年六十五岁 他在中国西藏卫星发射中心啊 工作了很多年 后来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 部长和战略资源部队副司令和参谋长 2019年七月晋升为上将 他是今年三月刚刚啊 在人大会议上结论他的前任魏凤和 成为中国的国防部长 但是有意思的是李尚福啊 是被美国制裁的一个中共官员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 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防部门 他如何沟通呢 那美国是不是跟自己制裁的对象 在进行对话呢 2018年9月20日 美国国务院就宣布 因涉嫌啊 与俄罗斯重要武器出口商 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 那么依据美国的法律 就要对中央军备啊 这个军委装备发展部和 和他的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 这就是为什么李尚福目前还在被美国制裁之中 在俄乌战争之中啊 中国说我们出以中立 但是他与俄罗斯的关系 谁都心知肚明 是吧 你习近平打着调停俄乌战争的旗号 到达俄罗斯 那你最起码也要关心一下 被侵略过乌克兰呢 但至今 泽连斯基要求习近平访华 访问乌克兰 但习近平自知不理 马克龙 冯德莱恩来到北京 也在敦促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对话 习近平说 在适当的时机 他会联系泽连斯基 那什么是适当的时机呢 那按照我的猜测 就是普京啊 战败 普京已经撑不下去了 需要跟乌克兰停火 这个时候习近平就认为 他的时机到来了 所以说中国 虽然名义上说调停俄乌战争 但谁都知道他在拉偏价 对不对 两方 一个是侵略者 一个是被侵略者 你最起码要问候一下 被侵略者 你看看人家日本 日本首相岸天文雄 就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 当天他从印度 直接飞到了乌克兰 这就表明在亚洲的强国 日本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就这么一个问题了 这个由于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要来 也由于啊 欧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习近平也不愿意跟欧盟闹翻 他还有个小九九 就是之前他签署的这个投资协定啊 能否通过 所以要祝欧盟大使 傅冲 就对中欧关系进行了一些解释 也就是了 开始忽悠国际社会 说你们别信什么 不上线 这都是 这都是瞎扯 实际上就是羞恥柔法 人家到你这里来了吗 你总要说点好话 拍拍间呢 拥抱一下表示我们之间很亲密 哪能说冷落冰庄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一种羞耻 中国现在未来都不会给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中国外长秦刚啊 在本周五在会见来访的德国外长比尔伯克时啊 他也再次强调 中国不会对俄罗斯提供武器 他说中国在出口军品方面啊 采取了比较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不会向冲突双方提交武器 并将一法一规管理啊 和控制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 但问题是中国如何出取信世界呢 泽连世纪会相信中国的说辞吗 美国会相信中国的说辞吗 很快啊 中国的这一套谎言就被戳穿了 被谁戳穿呢 被一个啊 21岁的小伙子 美国小伙子给戳穿了 这个小伙子啊 也不寻常 因为正是他披露了 在网上啊 上布了大量的 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 这个里面的涉及到乌克兰反攻的情报 涉及到俄罗斯的情报 也涉及到中国秘密军事援助 俄罗斯的情报 这或许就是李尚福急于访问苏联 和俄罗斯的原因 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呢 这个啊 他是被刚刚逮捕的马赛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 这个情报连队成员叫杰克特谢拉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哥们把大量的文件 第一批第二批拍成图片都放到了网络上 造成了美国历史上重大的情报泄密 华盛顿邮报4月13日就说了 根据披露的秘密文件 这个美国截获了俄罗斯的情报 中国啊批准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俄国战争中 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并计划将军事装备啊 伪装成民用物品 华盛顿邮报说了 这一份其揭秘的文件啊 显然是美国对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也就是SVR的窃听获得的 这就是很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世界各国有大量的间谍 为什么呢 因为保证国家安全 也有大量的飞机在收听 在监听 也有间谍卫星 都是相互的这么一种 特别是对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侵略国呀 它下一步会有什么动静 都在美国的情报部门的控制中 这份文件呢 是被列入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 2月23日编制的一份 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最近产品的 绝密栽药株 这是啊 这个华盛顿邮报 从聊天软件 Discord 一个私人服务器上 发布的机密文件的图片库 获取这个文件的 根据这份摘要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就说了 中国军委呀 这个习近平领导的军委 已经批准了分阶段提供武器 并希望保密 华盛顿邮报就说 这份有关中国同意 秘密提供军火的情报 这应该说是确实的 因为得到了印证嘛 为什么得到印证呢 因为是去年二月 今年二月底以来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包括拜登 还有中情局伯恩斯在内的 中国美国高官 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警告中国不要提供 致命性武器给俄罗斯 并且说了 他们是收到了情报的 甚至还说 必要的时候可以公开这份情报 但是呢 至今没有公开 但是这位 这个21岁的美国小伙子 给公开了 这一下呢 当然习近平很着急啊 就赶快要去商量对策 因为第一个 这个大量的文件 经过中国的翻译以后 习近平就看到了 一个涉及到 乌克兰即将在春季和夏季 发动的反攻 这很可能导致普京的覆灭啊 同时呢 中国的情报 提供情报 武器的情报 被披露了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怎么建立这种更加秘密的通道 大家看到 李尚福他就是搞这个军事装备的 就是负责这个武器的 所以说派他去 是最好的人选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习近平 在目前还不掉头呢 对不对 因为啊 李尚想跟欧洲改善关系 跟马克龙啊 这个进行统战啊 虽然收获了一些效果 但是你又冷落 冯德莱恩 结果呢 正负相抵 没有效果 如果习近平希望跟美国 跟欧洲改善关系 那么他就不应该再继续支持俄罗斯 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栗战书在俄罗斯访问期间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的价值观就认为啊 是俄罗斯被逼到了墙角 没有办法 他他当然他要反抗 中国肯定会进行彻影 把军事物资伪装成民用物资 这就是李尚夫的特长啊 所以啊 当然要撤印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 原因是习近平不会改变 他资源俄罗斯的这种策略 之后把它变成更加的隐蔽 而到了关键的时候 实在俄罗斯撑不住了 中国是否会抗美援俄呢 是否会派解放军直接参战呢 这个很难说 北约按照披露的文件 一百多人的特种部队 事实上已经进入了 乌克兰参与了战斗 所以说在两者这种抗衡之中 习近平是不会改变他的初衷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一个迷思 也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就是像个魔咒一样啊 习他就种了这个魔 他的脑袋里就思考这么个问题 而能够帮助他实现 这么一个百年未有大变局转变的 他认为就是他的铁格门普京 所以啊成了一个心结 据统计啊2017年12月 习近平就开始提出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在接近聚外使节就说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6月 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也有说我们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 2018年8月说了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2018年他又说 当今世界正经历未有之大变局 时候是2019年3月4月6月各一次 9月11月12月各两次 2020年17次 截至到最后的2021年7月 还有7次 你看食品的不容易嘛 要把这些东西统计出来 当然也有人说 那里就是中南海的厅床师 但是有些工作还是要做 因为要对关注复资 所以世界未有大变局 其实也没错 当然是属于大变局之中 直视习的大变局 跟世界潮流的大变局 它是截然不同 正常的人理解世界大变局 它不就是普世价值得到实现 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嘛 而习的大变局 就是东升西降 就是西方一天天烂下去 中国和独裁的力量 就一天天好起来 中国最将成为世界的霸主 你要做梦 那谁拦得住你了 对不对 抱个枕头 你就可以做梦去 那没办法 所以严存钩先生就说呀 中国人喜欢问 实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实事 其实他认为这是相互的 一个英雄人物只有顺应历史潮流 顺应人民的需要 他才有能力影响历史的竞争 反之背离世界潮流 人民意志不是他撬动历史 而是他被历史淘汰 前者如法国大革命的 丹东 马拉 罗伯斯比尔三巨头 二战士如英国首相 丘吉尔和美国总统 罗斯福 后者如斯大林 毛泽东 习近平追随毛泽东 他就会像老毛一样最终终结自己 所以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 习掉进了迷思 让他拥抱普京 支持侵略 跟世界潮流对抗 这确实体现了习的盲恨和狂妄 那么世界有没有大变局 当然有了 大变局是什么 就是中共崩溃 退出历史舞台 世界走向更文明 中国进入限制民主时代 习近平哭去吧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咱们接着聊